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探讨港鞋的问题 除了港鞋这个名词之外 还有一个名词 就是怪兽家长 究竟身为父母的你们 会不会不自觉成为怪兽家长 而自己不知道呢 这个问题就要请教一下 今天的嘉宾Fanny Hello 大家好 Fanny 我想问一下 怪兽家长这个词语 究竟是什么时候来 如何会有这个词语的呢 其实怪兽家长也是近几年 这个词语来自日本 在日本原来有一批家长 很喜欢向学校的老师反映意见 或者动作会向老师投诉 这类型的家长 其实会带给老师很大的压力 当地的人 就将这些家长 视为一个叫怪兽家长 你会听到之后会觉得比较负面 怪兽个人都不喜欢 怪兽家长其实就是一些不受欢迎的家长 那其实他们一般有什么特征 他们的特征呢 其实都是以自己的小孩为中心 有什么事呢 一定会先帮助自己的小孩 为自己的小孩而出气 另外就是过分保护自己的小孩 有什么事都不行 一定要以自己的小孩为先 另外很容易就会作出投诉 还有可能会要求对方有些不合理的要求 希望能够尽量能够满足到自己的小孩的需要 其实我除了听过怪兽家长这个名词之外 还听过一个叫直升机家长 其实是不是一样的呢 其实都是同出一切的 都是指一些家长 是过分保护自己的小孩 或者当自己的小孩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就立刻帮到这个小孩 其实直升机家长的词语 就来自美国的 在美国911事件之后 很多家长都很担心自己的小孩的安全 于是他们就可能在小孩的头上 就不断地盘算了 好像一架直升机那样 就偵察着自己的小孩的行踪 当他们见到自己的小孩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会立刻空降落来 然后为小孩提出一些支援或者帮助 这一类型的家长其实就是直升机家长 但你会发觉到直升机家长和怪兽家长 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关心小孩 很疼爱小孩 亦都是来源来自于帮 希望能够帮到自己的小孩 但我觉得这种疼爱、关心、帮 保护其实已经过了牢了 其实会是的 有些很小小的事你会见到 家长就会立刻打电话来学校找老师 然后就去投诉 或者希望老师能够帮自己的小孩做些什么 其实你会发觉到 慢慢就会养成小孩很依赖家长 有些什么事呢 只要小孩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就会帮他 他会自己没有了这个责任心 觉得自己不需要有任何责任感 爸爸妈妈会帮我们 其实对小孩的成长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其实对于你们作为老师 其实压力会大了 对不对 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收到家长的电话 又不知道有什么投诉 又或者又不知道要你做些什么 其实老师真的压力是很大的 你知道现在的老师 都不是有空的 是很忙碌的 除了教学之外 还有很多活动要带 有很多行政的工作要处理 如果还要担心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收到家长的电话 其实心理压力都会很大 其实很多的研究报告都指出 其实老师的其中一个压力的内缘 都是来自家长的 那其实你有没有遇过怪兽家长 有啊 其实我也不断地遇到 很多怪兽家长 你会看到很多家长 其实真的很疼自己的小孩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 很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做出一些很不合理的途径 例如自己的小孩做错了 他会打电话来问我 咦 究竟对方 你怎样罚对方的小孩 例如他们两个有个小孩 和其他同学有些讨论 那家长打电话来 不是问自己的小孩做错了些什么 而是问一下 你怎样罚对方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 你公不公平 有没有罚错我的小孩 有没有罚多了我的小孩 其实我会听到之后 觉得很奇怪 为何人家的事情 你要理完 而不是要理自己的小孩 对 这个就是 因为家长的心态 就是我不想小孩的失敌 他做错了事 我会教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不想老师会罚错 或者针对我的小孩 所以他会不断地带我来问你 咦 你怎样罚他 那是否公平的 那有没有罚错他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这样 你会看到 其实是否应该和自己的小孩 沟通一下 了解了是什么事 绝对是 我常常说 其实小孩有什么问题 做得不好 其实爸爸妈妈要去了解 然后教他 但是现在很多家长都会 本末倒置了 是要理由其他小孩 究竟他怎样对你 老师怎样罚他 老师公不公平 其实很多时候都放在公平 合不合理 又或者有没有 令到我小孩有任何损失 在这个角度那里 其实对于老师来说 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嗯嗯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怎样应付这些怪兽家长 其实通常遇到这些情况 我自己都会保持冷静 然后我会耐心地聆听家长 有什么诉求 然后我再会看看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给家长 解释完之后 如果对方都不接受 或者有很多投诉的话 其实我自己就会找主任 或者校长来帮忙 看看可不可以安排一些会议 邀请家长 邀请主任 校长等等 一起坐下 然后再就着那件事来一起谈 嗯嗯 其实我也知道 作为老师的压力很大 其实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想其实已经开始有怪兽家长 因为都试过 老师受到压力 看到老师哭 可能被对方的家长无理地骂 直接冲过上学校 但是没有了解自己的小朋友 有什么事 是啊 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的 我试过遇到一些家长 你知道现在就是融合教育 有些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 都会在一些主流学校读书 当有些家长知道 他的班 我自己的小朋友 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小朋友 其实他会第一时间 带来和我们投诉 为什么我们班会有这个小朋友 你调走他 我不想我小朋友 和这个小朋友一起 真的遇到这些家长 但是你调到第二班 可能第二班的家长 你为什么会调到这里 你调到第二班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这些情况发生 家长第一时间 其实可能要教自己的小朋友 如何和那个同学去相处 如何去面对这个小朋友 而多于把小朋友调开他 因为你出来这个社会 将来你不能控制我 和那些人相处 万一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就把他弄走 其实没有可能 所以小朋友 其实都要学会 如何去处理 或者如何去面对这些情况 因为你出来社会 其实会面对不同类型的人 你怎么没有可能 将他身边一些 不好的人 活跃的人 这样就弄走他 对啊 所以其实家长 真的要帮助小朋友 教他们如何去处理 去面对 而不再过度保护这个小朋友 你想想 如果家长都要保护他 将来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 他出来这个社会 他真的不堪一击 遇到少少的挫折 或者遇到一些困难 他们不懂得处理 到时就会打电话 找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要如何处理 这样就大件事了 要向父母求救 没错 但其实以你所认知的怪兽家长 他们会不会很关心自己子女的学业 其实会的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 比较着重自己小朋友的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 其实除了学业之外 我发现很多家长 都会为小朋友 安排很多一系列的不同的课程 例如 舞着班 兴趣班 又要学钢琴 跆拳道 学跳舞 学画画等等 你会发现到 现在小朋友是非常忙碌的 除了学业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兴趣 基本上小朋友是忙到 睡觉时间也很少 对 你会发现到 回到学校 很多小朋友都很累的样子 然后又想睡觉 又不能留心到老师说话 其实相对来说 是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绩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就不开心 而且影响他们的身体 没错 小朋友是最需要睡眠的 因为小朋友好像要睡得比较多 对 弄到他每一天都很充实 非常充实 任何时候都很充实 一至礼拜日根本就没去玩 都是学这样 可能早上上学 放学后 吃午餐 又学乌帝养 又学另一样 是很忙碌的 我发现现在小朋友是忙过大人 其实是的 因为始终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学多些东西 学多些东西 将来可能大了之后 又学多些东西 可能帮助他们 在事业方面的发展 我相信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有 这个心态 但是这么累 都不知道他们能否吸收到 是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有没有了解过 你小朋友是否真的 喜欢这件事 可能小朋友未必是喜欢的 但是爸爸妈妈叫我去学 我不是去学 但其实可能他都没有天分 或者小朋友真的都不喜欢这件事 其实你勉强给他学 第一 其实是浪费了他的时间 第二 就是浪费了爸爸妈妈的金钱 不如是这样的话 不如问小朋友 了解小朋友 究竟你喜欢学什么 或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如果真的有的话 才是再花时间 再花金钱去培养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 是更加有意义 和更加能够帮到这个小朋友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一篇报导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做法 纯粹是怪兽家长 因为有些小朋友是比较有钱 可以回国际学校 政府推行学卷制幼稚园 原来他们上午校就回国际 然后下午就在九龙堂公园吃饭 换第二套校服 然后就回学卷制幼稚园 将来很能够挨苦 因为其实你会想想 早上要去一间学校 下午要去第二间学校 其实可能课程不同 可能他们要做两样的功课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真的很吃力 我又见过一些小朋友 你有没有听过家长带小朋友去试堂 我又不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怎样 他们就想 我又决定不到哪一间学校 不如这样 我带这个小朋友 试试A那间学校 试完A回了一个星期 然后带小朋友去试B 回了一个星期 可能就去C 然后再决定ABC 哪一间好些呢 最终才决定去那间学校读 最近一两年 我听过很多小朋友都这样跟我说 我来试读而已 爸爸妈妈叫我来读而已 很多时候会是这样的心态 他们不会认真的 他们首先头一个星期 试一下而已 我就试一下 看看哪间好 看看哪间我开心的 我就去读 很多家长都会是这样 乖不乖手 是啊 很多人害怕 其实如果我们 作为家长 可能有时候 有时候会关心子女 避免会过了牢 是 如果自己不想 变成怪兽家长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一定要学会放手 这个很重要的 始终小朋友 是需要独立 是需要自己的成长 如果爸爸妈妈不放手的话 长期抱着保护着自己的小朋友 其实对小朋友 是未必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甚至乎 令到他的成长 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明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稍后再聊一会 每一个人都有一本书 在书里面所记载的 是一个个的传奇故事 黄金屋 不单是一个讲书的节目 也是一个讲人的节目 每一集 我都会请不同的嘉宾上来 跟大家讲他们的经历 讲他们的人生感 逆境自强 同时也会分享一些 曾经影响他们的生命态度 和决策方向同学 黄金屋 不单只讲人生 而且振奋人心 超红涌 只见出油 饭菜 麻烦菜 你超红香烦菜 以前玩不少了 等我们四哥 带你们看清楚 游上香港 开开心心买漂亮东西 还和嘉宾聊聊天 带你们享受一下 四哥带你四位游,你还不跟着你? 各项各页,你不用错过 Hello,欢迎回来马堡天地 很开心继续和Fanny说说怪兽家长的问题 好啊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觉得怪兽家长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有四个原因,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社会造成怪兽家长 第一就是家长,其实很多时候现在都是生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两个小朋友,其实是很疼自己的小朋友 既然生了一个两个,当然就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小朋友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社会风气都是不断去投诉 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动一动就会投诉 所以其实这个风气也可能做咒了这个家长 都需要有些什么事都要去投诉 于是我就去学校投诉 我就跟导师投诉 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碌 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去照顾自己的小朋友 于是乎小朋友有些什么事呢? 他们就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帮自己的小朋友去争取一些最大的利益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是会帮自己的小朋友出头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有些家长可能小时候 都会遇过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可能被律师去投诉 或者觉得没有人帮到自己 于是乎他都大了 有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就很想帮自己的小朋友出口气 其实都是一些童年的不开心的事件 令家长希望能够尽力保护 或者帮助自己的小朋友 这也是一个原因造成这个怪兽家长 而且家长他们多数一打电话 一来说老师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没有跟自己的子女沟通过 绝对是的 然后是什么因由都不问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先打来骂了 没错 先说了一定是你们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们很少跟自己的小朋友沟通 就是知道小朋友被老师罚 于是他们就很生气了 第二天就立刻带电话来学校 找个老师 究竟为什么你要罚我的儿子 但什么原因就不知道 但当我们老师解释给家长 如果小朋友是这样的 做错了什么事 那家长就会好一点 但是有些家长 如果真的觉得不太顺利 这部电影 就是我们俗一点 他们就会继续反驳下去 例如为什么你不给小朋友一个机会 我小朋友第一次犯错 你是不是针对我的小朋友 为什么你连最基本的机会 都不给他 你要罚他 可能就会用这些借口来输 希望老师不要下次再罚他 其实你们也很辛苦 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真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家长也会打电话来投诉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老师都会是步步为刑 其实某个程度上 甚至乎是不敢对小朋友 有任何的惩罚 其实是助长了小朋友 会在学校里面 更加多一些学习行为的问题 他们会觉得很得戏 觉得很威风 觉得老师都不会罚我 爸爸妈妈一定会投诉 他们持着这一件事 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多的问题出现 可能你们骂两句 他们都已经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妈 不像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会打手板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可能上英语课 这个怎么读 你不懂读 好 打手板 现在打手板 不敢 你骂都已经不知怎样了 骂完他都可能收到家长的投诉 如果你打手板 我想家长可能会报警 可能老师都没得做 对啊 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很大的困扰 对于老师来说 还有你会觉得 其实怪兽家长 对于你们老师都会造成压力 嗯嗯嗯 或者如果对学校的话 会不会有些特别大的影响呢 其实会的 你会发觉到 学校其实都很紧张 就是家长的意见 所以如果学校发觉到 这个老师 经常都被家长去反映意见 或者投诉的话 其实这个老师都可能会 有些问题 学校会觉得 就会特别去处理这个老师 究竟可能找他聊聊天 又或者了解一下 究竟发生些什么事 又或者其实相对来说 这么多家长去投诉 其实对学校都会造成一些困扰 或者滋扰的 你会见到 校务处不断接电话 咦又是家长投诉 又是要找那个老师 其实学校都会浪费很多时间 要去处理或者面对这些问题 对学校来说 其实都会是一个困扰来的 嗯嗯嗯 大学校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通常其实我们就会 班主任处理先 如果班主任处理不到 可能就会找 科任老师 或者主任去处理 如果真的 未必都能处理得到 那我们就要出动到校长了 是的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很极端 会啊 会啊 所以学校对于老师的支援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学校能够和老师多些开会 了解老师的处理手法 又或者了解解老师的家长的原因 或者背后的动机 或者他的性格 其实就会容易去处理 嗯嗯嗯 其实你认为了 怪兽家长呢 是不是造成港鞋的主要原因 其实你认为了 其实某个程度上一定是的 嗯嗯 因为讲一下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来自一个 被保护的家庭 可以这样说 那他们又不需要做家务 那自理能力又低 另外AQ又低 因为其实过分保护 有些什么事呢 爸爸妈妈就会帮忙 去出头 那根本上他们 不会遇到任何的疫境 那所以万一他们遇到疫境 他们是不懂得处理 这个绝对是的 那另外 AQ又低 因为有些什么事 爸爸妈妈妈是会满足他的 但是去到学校或者其他的情况 未必个人都会去将就 就你 那可能当他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不合我的心意的时候 他就会发脾气 或者大吵大闹 其实都会造成 三低的港鞋的情况 嗯嗯 其实家长长长期工作时间过场 都是用一些外勇的姐姐 去照小朋友 他们未必会那么用心 去教导一个小朋友 你要自己绑鞋带 自己拆牙 绝对 因为多数都是趕时间 我帮你啦 快点啦 是 还有工人 你会看到 他们不敢说去得失 个雇主 对于这个少主 就一定是康护备置 做到足 做到最好 亦都不敢要求他 帮自己去做事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很多工人 找到的小朋友 有些什么事 工人就会帮他了 拿书包 拿东西 拿书包 对他 拿书包 拿书包 让我坐 对 对 呼呼呼呼呼 有些人我经常见过 是打他 对 我也见过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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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打压他 对 他要推手推脚 推脚他 对 一不开心一不满意 又不敢说 不敢说 对 其实不是做到这个小朋友 更加去说骇 更加三下 更加不能不踵我 更加一定要帮我做所有事 更加一定要对我 对我 其实这也会令到小朋友的成长 也会受到一点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家长 对于工人姐姐的态度 都是真的对工人的 所以他们更加会有样学样 绝对是的 小朋友其实就是模仿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怎样 小朋友就会是怎样的了 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就是小朋友的榜样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做什么 小朋友就一样学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对工人都呼呼喝喝 小朋友一定会学的了 一定会是学回工人 过来啊快点过来 斟茶拿雪包 其实就会是这样 因为也听过一些小朋友 幼稚园高班 他每天早上学是怎样的 他说第一个时间我起了身就会这样 这样就是工人帮他穿衣服 好了 穿完衣服之后 然后就咦 拆牙 对啊 然后原来工人帮他拆牙 接着他就会坐在这里 咦 工人帮他拆牙 他就看电视 接着工人就会主定早餐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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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些是严重公主病啊 是皇帝式的享受 皇帝也没那么好享受 还要帮他穿衣服 帮他背书包 然后还要駕駛车送小朋友上学 见得很多 这些真是越来越普遍 是呀 是呀 这个情况应该怎样改善好呢 其实都是要靠爸爸妈妈的了 爸爸妈妈真的要 有时我用狠心来形容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真的要狠心点 真是给小朋友去遇多些挫折 给他放手 真是尝试放手 给小朋友试多些东西 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从挫折中学习 从挫折中成长 这个是学习得最快的 那爸爸妈妈不需要太过保护 还有 爱是心 不是用行动 不需要每次都要保护着小朋友 其实对小朋友 是否真的有好的帮助呢 其实未必是 嗯嗯 而且真的物质是不足够的 没错 是呀 都是说明是新教 沟通 各样东西都非常重要 是的 其实如果爸爸妈妈 能够多些时间 跟小朋友沟通 其实也可以训练他的情绪 因为其实如果小朋友有什么不开心 他能够有一个适合的对象 跟对象去说 其实也是帮助小朋友 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和合的家庭 也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小朋友的情绪 受家庭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爸爸妈妈都不能够和合的相处 或者在家里面 常常都骂自己的小朋友 其实对小朋友的情绪 都会是很大的影响 其实你自己本身 对于怪兽家长 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很明白 怪兽家长 其实他们都真的要 疼自己的小朋友 说真的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小朋友的家长 我真的都会很疼他 但问题就是 我都需要学习 在适当的时候放手 又或者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要用心疼 给多些机会 小朋友自己去遇下挫折 给多些机会 他去接受一下失败 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会更加大 其实如果现在电视机面前的家长 听到 他经过自己是怪兽家长 他想变化一个普通的家长 那你会怎样去勉励他们呢 其实要坚持 有很多时候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要学会放手了 但可能方方下手 你很容易就会拿起 不懂得坚持 因为始终你是不忍心 自己的小朋友 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真的想令到自己 由一个怪兽家长 变回一个普通的家长 其实你一定要坚持 目标要清晰 你要知道自己 不应该做怪兽家长 你要帮自己的小朋友的话 首先你要坚持 真是给多些时间 给多些机会给小朋友 真是给他自己独立 去处理一些事情 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家长从旁观察 有什么事 你就帮一帮他 但是一下子就好了 不需要说帮了 然后在适当时就放手 整个过程里面 需要坚持和不断的忍耐 我相信终会有一天 你就可以把一个怪兽家长 变为一个普通家长 也可以令到自己 能够帮助自己的小朋友 会更加大 完全明白了 很感谢Fanny 不愿意你出时间和你聊天 说了那么多关于 怪兽家长的问题 很快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